2015年1月16日,上海警方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,对方声称在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了命案,接到报案之后,警方也是在第一时间便赶到了现场,只见一个女士身上有着几处刀伤,倒在血泊之中,没有了生命迹象,而杀害死者的不是别人,正是她的丈夫黄震雷,事发之后,黄震雷并没有隐瞒事实,面对警方的询问,她也是老实交代,告知聊警方事情的真相, 原来起初,两人只是发生了争执,然而,死者谢秀菊在一切之下拿起了菜刀,对黄震雷进行威胁,于是,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,黄震雷也就失手将对方砍死,酿成了悲剧,不仅如此,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争吵的起因竟然是两包猪蹄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区区两包猪蹄为何引发的一桩命案? 订阅酒窝谈其文,了解其文意识,两包猪蹄引发的惨案,2015年1月16日,谢秀菊想起冰箱中还有两包猪蹄,于是起身准备做一顿猪蹄饭,然而,当他打开冰箱的时候,却发现两包猪蹄不翼而非,随即,谢秀菊便给正在上班的黄震雷打电话,说明此事,并且抱怨说道, 肯定是你妈偷拿走,给你姐姐送去了,尚且还在上班的黄震雷只能安慰道,我下班的时候再给你买几包,别多想了。 然而,等到黄震雷下班回家后,谢秀菊的心情都没能好转,在黄震雷回家之后,谢秀菊依然在为了两包猪蹄的事情喋喋不休,这令黄震雷多少有些烦躁,于是便说道,这件事情能不能就过去了,不要再说了。 黄震雷的态度瞬间让谢秀菊更加生气了,之前的委屈更是涌上心头,于是他更加大声的喊道,我为你们黄家牺牲这么多,你就这么对我。 黄震雷不明白,只是两包猪蹄,为何就能够让谢秀菊念念不忘,甚至将陈年旧事都翻了出来,已经上了一天班的黄震雷本身就有些疲惫,再加上谢秀菊的胡搅蛮缠,使得黄震雷也有些暴躁,于是双方便开始了激烈争执, 不一会儿,怒火攻心的谢秀菊就气冲冲的到了厨房拿起了一把菜刀,考虑到谢秀菊此前有过自杀的举措,黄震雷赶紧上前,试图抢回谢秀菊手中的菜刀,于此同时,谢秀菊也吼道,既然你这么对我,那大家都不要活了。 说着,谢秀菊便拿着菜刀向黄震雷冲去,而黄震雷此时也是怒气冲天,眼看谢秀菊已经拿刀冲过来了,黄震雷便凭借着占据上风的体力将菜刀从谢秀菊手中夺了回来,不仅如此,已经气红了眼的黄震雷更是直接拿着菜刀砍向了自己的妻子。 黄震雷一脸砍了几刀,直到谢秀菊倒在了血泊当中,等到黄震雷缓过神来之后,他赶忙拨通了120的电话,然而,等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后,谢秀菊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,紧接着警方便接到报案来到了现场,黄震雷对于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,虽然有着正当防卫的成分在,但是碍于黄震雷一脸砍了多刀,最终仍旧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, 婆媳矛盾由来已久,而据黄震雷的邻居表示,黄震雷平日里为人老实,相反谢秀菊性格有些暴躁。 但谢秀菊的母亲却表示女儿一贯乖巧,都是其婆婆在背后一直捣乱,经过了解发现,原来谢秀菊和黄震雷母亲两人之间矛盾由来已久,同时也正是这次命案背后的真正原因,谢秀菊和黄震雷两人都是二婚,双方是在一档相亲节目中认识的, 在此之前,谢秀菊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离婚之后,谢秀菊便在朋友的鼓动下参加了一档相亲节目,与此同时,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黄震雷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,为了重新开始,黄震雷便报名参加了这档节目。 节目上,谢秀菊对于这个与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男人心生爱慕,于是,两人便在线下交换了联系方式,一来二去之间,黄震雷和谢秀菊便生出了情愫,很快两人便走到了一起,正是因为两人都经历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婚姻, 这也让两人之间更加惺惺相惜,爱护彼此,随着两人对彼此不断的了解,终于时机成熟之后,两人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,与此同时,谢秀菊也恰好发现自己怀孕了,这可谓是喜上加喜,于是,两人很快就完成了婚礼,正是结为了夫妻。 虽然黄震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积蓄,再加上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,因此,黄震雷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,谢秀菊在和黄震雷结婚之后,自然也是搬进了这个家庭,同婆婆生活在了一起,然而,自古以来,婆媳问题是每家每户都存在的难题,因为两人之间有着较大的年龄差距,再加上生活习性等等都不相同, 因此,谢秀菊和婆婆两人经常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爆发争吵,不仅如此,婆婆更是会直接干涉谢秀菊和黄震雷两人的生活。 起初,谢秀菊还能忍受,但是久而久之,谢秀菊感到无比的疲惫,成为家庭边缘人物,生下孩子后不久,谢秀菊考虑到自己在家中待业太久,生活的重担全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的头上,于是便计划着开一个小规模的门店来做。 老丰生的婆婆赶紧跑来劝阻,黄震雷的母亲说道,你一个女人出去做什么工作,留在家中老老实实带孩子多好。 谢秀菊听闻表示,有一个人留在家带孩子就可以了,咱们两个人都在家,只有靠着孩子他爸自己一个人养活一家人,这谈何容易。 谢秀菊也是出于好意,为了这个家庭着想,然而不曾想他的一番话,却被婆婆误解了。 婆婆以为谢秀菊在嘲讽自己不工作,需要依靠儿子来养老,于是便生气地说道,我老了,让儿子来养我不是应该的吗? 谁家不是养儿防老? 面对婆婆的质问和误解,谢秀菊自质解是不清楚,甚至是越描越黑,于是便不想再多说,免得两人争执不下。 正是谢秀菊的让步,让婆婆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理解,认为谢秀菊就是在内涵自己,于是在黄震雷下班回家之后,其母亲便在第一时间向黄震雷添油加醋地讲述了这件事情,并且表示谢秀菊有意地想将自己赶出去。 黄震雷虽然不相信妻子是母亲口中所说的这种人,但是为了安抚母亲的情绪,只好顺着她的心意,先说了一些好听的话,然而殊不知。 此时看着只顾安慰母亲的黄震雷,谢秀菊心中失望至极,在谢秀菊看来,自己才是最为委屈的那个,而却没能获得丈夫之言片语的关心。 不仅如此,在谢秀菊再次谈起想要开店出去工作的时候,黄震雷也表示,其实我是支持你上班的,但是我妈妈却不同意。 要不你还是待在家里带孩子吧,否则赚不了多少钱,你和母亲还要为这件事情爆发更多的矛盾。 眼看丈夫也站在了婆婆的一方,谢秀菊明白,自己开店的这件事情确实是无望了。 于是,她便死了这条心,老是在家中带孩子。 然而,长时间宅在家中和外界失去了联系的谢秀菊,开始有了产后抑郁的征兆,脾气变得阴晴不定。 再加上,婆婆对其生活中的大小琐事都会插手,让谢秀菊失去了作为家庭女主人的最基本权利。 不仅如此,很多时候,黄震雷对于母亲的话也都是言听计从,属实是一个妈宝男,久而久之。 这让谢秀菊很是伤心,矛盾升级,酿成悲剧。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4年,那年,黄震雷老家的房子正赶上拆迁,因此也就拿到了30多万的拆迁款。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,谢秀菊很是开心,并且盘算着自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开一家门店,让生活更充裕一些。 然而,就在谢秀菊为这笔钱财做打算的时候,殊不知黄震雷已经将这笔拆迁款悉数交到了母亲手中,这令谢秀菊很不开心。 其实也不单单是因为谢秀菊失去了这笔拆迁款的支配权,更重要的是,丈夫没有同自己商量,便自作主张地将其交给了婆婆。 黄震雷的做法让谢秀菊感觉自己在这个家中如同局外人一样,于是委屈的谢秀菊便向丈夫和婆婆二人表露了自己的情绪。 谢秀菊说道,这么长时间来,我也算是为黄家付出了不少,平日里不仅做家务,还要带孩子,伺候老人。 然而,就在谢秀菊还在酝酿情绪,没有将话说完的时候,就被婆婆打断了,婆婆说道,谁没有为这个家做贡献,不要总是觉得委屈。 婆婆的一席话彻底的伤透了谢秀菊的心,于是一气之下,谢秀菊便收拾东西回到了自己家,妻子离家出走。 黄震雷自然是要哄的,但是就在黄震雷用尽方法将谢秀菊哄回家之后,他发现谢秀菊的脾气是越来越大。 与此同时,谢秀菊和母亲两人之间争执的频次也是越来越多,这让家在中间的黄震雷有些不堪重负。 于是,为了逃避紧张的家庭氛围,黄震雷回家的时间是越来越晚,这令谢秀菊更加生气了,本来在同婆婆争吵之后,郁闷就无人诉说。 于是,每天谢秀菊只能盼望着黄震雷赶紧回家,好向其倾诉,然而谢秀菊左等右等,却迟迟等不到早已经下班,本就该到家的丈夫。 久而久之,谢秀菊就变得更加郁闷了,不仅开始胡思乱想,产后抑郁更加严重,伴随而来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差。 黄震雷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但是却无从下手,不知道该怎样安慰,于是就只好随谢秀菊去了。 一次,谢秀菊脾气实在是过于暴躁,黄震雷实在是无从招架,又担心他会伤害到孩子。 因此,黄震雷便说道,要不然你先回娘家休息一段时间,孩子先交给我妈照顾,等你情绪好些了之后再回来。 谢秀菊一听,这是要赶自己走的意思,不仅如此,还要试图夺走自己的孩子。 于是,谢秀菊当下就怒火攻心,直接甩了黄震雷一个巴掌,并且咬牙切齿地说道,想要夺走我的孩子,门都没有。 其实这个时候,黄震雷已经意识到了谢秀菊精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 但是黄震雷也有些力不从心,不想再过多干涉,以免引起更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也正是由于大家的视而不见,谢秀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甚至开始自残。 有一次同婆婆吵架的过程中,谢秀菊实在是气不过。 跑到厨房拿起剪刀,就开始往自己身上扎。 好在黄震雷阻止及时,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 然后令黄震雷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这不久之后,黄震雷却成为了悲剧的酿造者。 表面上是因为两包猪蹄引发的惨案,实则在这背后积攒了太多的婆媳矛盾和家庭矛盾,一直以来,这也是无数个家庭无法破解的难题。 早年间,很多人认为婚姻便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 然而在当下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,婚姻就是两个人爱情的升华,不应该与家庭有着过多的牵扯。 无论哪种方式,如果想要家庭和睦的更为长久,双方都必须要做到能够体谅,换为思考,作为儿女的我们,尽可能的公平对待双方的父母。 作为长辈的大人们,也希望可以做到尽可能少的干预孩子们的生活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见。